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齐抗疫评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谈谈德国 德国的总统,记住,不是总理,总理就是索尔茨 总统被乌克兰请了食闭门羹的位置 斯泰一·麻尔 斯泰一·麻尔在最近一次汉堡的讲话当中 就说无论能源,中间产品,还是原材料 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该 成为长期唯一的合作伙伴 更加说到稀土就是重中之重 不可以再依赖中国了 现在德国官方就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德国经济是极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稀土进口 贸易专家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位 总统斯泰一·麻尔都认为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危险的 只要保持良好关系就是了 说句老实话 不要常常突然发黑神经 又说什么什么 新疆那些问题 新疆有没有问题呢 真是证据相当地薄弱 现在当然了 德国政府希望得到更加多的供应 又希望澳洲帮忙 澳洲好像 答应了美国和日本 德国能不能够 那么够力去供应 我觉得应该不肯 在大马开多两间 大马不肯呢 大马不肯呢 大马的土著不肯呢 我们看到 德国官方也说 一定要找到新的伙伴 不过短期内不是那么容易 我都知道 要重新调整德国的政治 和经济关系 德国总统 想到了稀土 因为 在生产智能手机LED灯 和 电动机还有风力渦轮机的 磁铁的时候 都是需要稀土的 中国在稀土市场上 当然了 是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地位 西媒就炒作 就说稀土 如果再这样依赖中国 风险很大 稀土被列为 具有关键依赖性的原材料 因为 对于供应商的数量来说 市场集中度实在太高了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储量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国 没有之一 是最重要的 而且目前 德国经济严重依赖 从中国进口稀土 德国经济 仅从全球 五大出口国中 两个国家 获得稀土 德国 当然 媒体说 现在要逼切 托宽 和多氧化稀土的来源地 供应方面 多氧化程度的高低 和交付失败的风险 有高度的关联 这也是对的 这句话 稀土的情况也是如此 另外还存在着价格的依赖 这个问题 德国觉得存在了很久 德国的原材料战略 已经考虑到这些情况 他这样说 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其实因为全西方和中国关系不好 他们才说 政府 不可以对公司在哪里买 和 和谁买 是 发好私灵的 不过 现在他也是要做一些措施 打算用一男子措施 来引导和干预 比如 减少 贸易壁壁 贸易壁壁当中最劲的 关税壁壁 关税壁壁下降 会给其他供应商个机会 德国就觉得 然后 还有一些其他的贸易工具 还有 促进的工具 比如 投资 担保等等 这些 将支持投资者 在外国开发原材料 另外 经济关系 在外交上都会 得到更 有力的支持 他们这么说 德国联邦经济部的一位发言人 就 他就 说得 都算是多大体 这些多元化的努力不是针对中国的 贝尔伯克两个人来的 好厉害 因为他们管经济的是右派人士 比较务实 联邦经济部是由 德国自民党管理 就是右派 中间偏有 他们对中的强硬态度就没那么强 因为觉得 起码有些商业才行 我们不是针对中国的 相反 这是一种令到供应来源多元化的 一般性努力 不用紧张 我们看到 其实 德国可能 要找 找一下 和他们国家相当 有密切关系 但是有时有吵架的国家 但是 这个国家 的 僑民 就是 德国 第一大的少数族裔 就是土耳其 就是土耳其 可能土耳其 更加 对 你想想 很远 你找澳洲 土耳其 地处 欧亚 近似你们 很多 最近发现了一个 很大的东西 可以供应很久 土耳其 最近土耳其发现了大量稀土资源 究竟 德国可不可以吃头淡汤 你记住 其实很多德国人都是土耳其裔的 包括之前的奥斯尔 还有 很多 跟道简 跟道简是踢球的 可能大马上不知道什么 但 我们看到 究竟土耳其发现大量稀土 可不可以 颠覆全球稀土市场的现状 颠覆就不行的 但是你问一下他应该 可能令到你们没那么担心 我也是那句 没有说是 什么依赖不依赖 就是说什么依赖的市场 其实你跟他 关系好的时候 没什么问题 如果这样说的话 沙地亚伯 其实西方也依赖了很久 是吧 那当然 不知道沙地亚伯出有 但是他是不是出得最多 支持是不是依赖他最多 如果用你们的 定义 现在都在依赖的 现在关系不好 找找找其他地方 找找委内瑞拉 找找阿尔及利亚 又找找尼日利亚 我们看到 土耳其 最早的消息来源就来自 又是这位 土耳其大帝 阿尔当案 6月27号 他的讲话就说 我们 有好事 就是稀土了 7月1号的时候土耳其 能源及资源 管理部长 他原来是去过抗区实地考察 原来在哪里发现呢 就在艾斯基借希尔省 就发现稀土 不过这个都不是新闻来的 其实 为世人所知的一些新闻 就是45年前都已经有稀土了 不过 今次 量都挺大的 量都挺大的 其实 重点是 推动 土耳其的工业 这个也是废话 难道 就是不理自己本国工业 他有自己的原材料就正 专家就认为 按照 土耳其现有的处理能力 每年可以生产稀土 养化物 有限 恐怕对于国际稀土市场的供应 很难造成巨大影响 你跟澳洲一样 澳洲也有多 但是你处理的话 你要去大马处理 是的 处理的污染很厉害 在澳洲本土肯定搞不到 这些 所以就要靠其他地方 原住民肯定跟你试过 不是说笑 大马也有很多人反对 是的 土耳其缺乏开发稀土和提炼稀土的 这些技术 澳洲有但是他就不在本地搞了 屋前也没有看到 其他的国际龙头企业合作 因为土耳其 西方 都要靠他 但是对他也相当骤 澳洲始终是自己人 所以希望把希望放在澳洲 如果单纯靠土耳其自身的力量 开发 具有很大的困难 并且周期相当地长 其实 1977年土耳其已经发现了稀土 不过 上个月底 埃尔丹的讲话当中 就是说 其实 并没有 一些什么新发现 不过 是今次的量大 即不是第一次发现 这个省也是土耳其的 重要稀土区 实际上 在1959年已经堪探过 这个 抗产资源 1977年 这么久 已经堪探过了 是的 但是 因为之前 国内有些动荡 1977年 土耳其 就在 贝伊利科瓦发现了稀土资源 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 研究 挺详细的 80年代 出了很多论文 经过仔细的 堪插发现了 礦床当中 其实 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资源 不多 因为以他们当时的角力 相当地难 得国帮下手 都得 德国帮下手 因为 单靠土耳其 自己搞就好了 反正你现在 要开阔多些 稀土的 来源地 技术上 看看能不能合作 是 我们来看看 当然土耳其的那些 抗产公司吹得很大 他说 去通耳其的稀土 储存量可以满足全世界一千年的需求 是不是 这个说得很大 我们看到 稀土就被称为 工业的维他命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亦是不可再生资源 美国地质检查 调查局 公开数据就显示 从全球的运藏量来看 全球现在 总运藏量是1.2亿吨 中国是4400万吨 越南原来是第二 2200万吨 但他始终离开欧洲 也有点远 而且技术也要帮他很多 巴西2100万吨 俄罗斯2100万吨 澳洲 是没有进入前四 但是 因为 唯独他是发达国家 所以就找他来搞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并不是所有稀土的 礦石储存量 都可以变成稀土产品 这个我都知道 其实都是 因为他有些东西是 连的成本是不值得用的 或者 叫做 缓足不了工业的要求 其实什么东西都取决于品质 好像土耳其的 贝伊利科瓦的 礦石难以 是发现到较高品位的稀土精抗 这个 证明成本要极高才行 所以没有人去开采 所以为什么澳洲煤 比较容易赚钱呢 因为品位很高 其实澳洲每样的 这个都是 相当好赛 澳洲每样的矿产品的品位都相当高 在世界上来说 都是差不多是顶级的品位 每样都是 你很少找到这样的国家 幸好 当然之前是初陀岁月 因为这个 执政联盟 现在不是执政联盟 现在叫联盟党 因为不执政 他们执政期间 就令到 大家都不好过 当然 澳沪冲突 亦 看到大宗商品价格 也是很厉害的 土耳其 究竟能不能帮到手 就看看 西方肯不肯大力投入 虽然开采成本很高 但是你要用的时候 也是要用的 你看长远一点 看看西方肯不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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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